思考世界阅读自己 欢迎收看惠灯问道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走访一下 小乘的学佛之路 在座的嘉宾对于小乘佛教 以及小乘佛教的修行人 有什么样的问题 现在就可以向堪布来提问 堪布您好 我有一个疑问 您说过小乘佛教 他也修四无量心 在佛经里也能够看到 阿罗汉度化众生的公案 我想这就说明 小乘佛教的修行人 其实也是有慈悲心的 那所以为什么说小乘佛教 只度自己不度众生呢 小乘佛教的修行人 是一定会有慈悲心的 小乘佛教里面 也有四无量心的修法 然后他们呢 在这个私禅把丁的这个基础上 修这个四无量心 尤其是这个私禅的基础上 修四无量心 那么这个有禅丁的这个基础 然后再修四无量心的话 这个平时我们没有禅丁的时候 修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他们都有这个慈悲心 然后我们有些人呢 也就觉得小乘佛教的这个修行人士 他们是没有慈悲心的 他们是不会去离他的 其实不是这样子 他们也有慈悲心 他们也会离他 然后呢 比如说刚才你也提到了 比如说佛陀当地身边的一些阿罗汉 当事也就为了离他 就是摄取了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公安都有 他们都有慈悲心 他们都会这个利益众胜 那么现在的这个南传佛教呢 他们也就很多时候非常积极地投入 这些慈善的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当中 从这个角度上呢 大乘跟教乘的这个修行人 看不出什么区别 都有这样子的心 都有这样子的心位 但是我们平时讲 大乘佛教就是读别人 小乘读自己的意思就是说 它最大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最后的时候 修行到最后这个目标上面 比如说小乘佛教呢 它现在是读众生啊 帮助众生这些都有了 但是它最后的这个目标呢 就是阿罗汉 憎悟了阿罗汉以后呢 就是彻底的涅盘了 从小乘佛教自己的观点看的话 涅盘就是绝对的一个 像我们世俗的阳光坎啊 就是完全是一个毁灭 一个人就毁灭消失了 他再也不会回来的 但是呢 小乘佛教自己的观点看呢 当然也不是彻底的这个消失 或者是毁灭 有一个东西还存在 这个涅盘当中 但这个存在不存在 都没有什么区别了 它永远都不会再回到 这个世界来度众生 自己涅盘了以后呢 就彻底的就涅盘了 但是在还没有涅盘之前呢 它也会利益众生 它也会帮助众生 是这样子 那打乘佛教就不一样了 打乘佛教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度众生 它表面上看 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 打乘佛教它的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成佛 实际上不是成佛 成佛就是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 它的终极的目标呢 就是为了度众生 那么小乘佛教的话 最终极的这个目的呢 就是阿罗汉 成为阿罗汉的目的 是没有目的了 这个成为阿罗汉 是最终极的目的了 打乘佛教的目的就不一样了 成佛了以后呢 就完全就可以更好的 就是放下所有的一切 然后就全方位的去投入 这个利益众生 所以他们的这个 打乘佛教的呢 就是这个像华严经讲的一样 第一个要超越轮回 第二个呢 就不脱离轮回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还要回到这个世界来继续度众生 那这个目标上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 很大的这个区别 然后打乘佛教跟小乘佛教的 这个慈悲心的不一样的地方呢 小乘佛教的这个慈悲心呢 叫做慈悲心 不叫大慈大悲 然后大乘佛教的这个慈悲心呢 叫做大慈大悲 我们平时念大慈大悲观音菩萨这样子 大慈大悲跟慈悲是不一样的 小乘佛教他也有慈悲心 但是他的这个慈悲心呢 不会让他最后这个成就了以后呢 继续度众生 他没有这个想法 打乘佛教的这个慈悲心呢 就让他有这个勇气 成就了以后呢 还要继续度众生 所以这个大乘和小乘的修习人 都有慈悲心 但是这个慈悲心的离读 不一样的 所以呢 大乘佛教的慈悲心 就叫做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 好的 谢谢康姆 康姆刚才在讲解的时候 有一句话特别的有力量 说这个大乘佛教的终极目的 不是为了成佛 而是为了成佛之后 更好的去利益众生 对 是的 这一点呢也是可能很多 想要去修行大乘佛教的 这些师兄们 应该牢聚于心的 谢谢您 那我们再看看 有没有其他的朋友 好 宣贺 康姆您好 你好 我有一个这样的疑惑 在释迦牟尼佛和弟子的公案当中 然后为什么提到 阿罗汉的故事比较多 而提到菩萨的相对较少呢 小乘佛教的 这个要看什么样的佛境 小乘佛教的经典当中 佛陀跟阿罗汉的公案就很多了 但是如果是大乘佛教的经典 那就不一定 大乘佛教的经典当中 有佛陀跟阿罗汉的这样子的故事 也有很多很多 佛陀跟菩萨的这些故事 比如说像《维摩节经》 这样子的经典 在大乘佛教里面是很多的 只要看哪种佛境 所以大乘佛教的话就不一定 小乘佛教它本身是小乘佛教 然后他也不认为还有一个其他的佛教 所以他这个里面讲的 都是关于阿罗汉跟佛陀的故事 大概就是这样子 谢谢堪布 谢谢 堪布我稍微跑一下题 因为提到了这个经典的问题 那比如说 这个修小乘和修大乘的菩提心 有没有什么样的经典 可以分别地推荐给师兄们 大家可以自己去学习 佛经呢 经典 佛经当然有了 比如说小乘佛教的佛经呢 比如说我们想了解一下 这个因果这个方面的话呢 那就可以看这个白叶经 仙语经 正法念出经等等 然后呢 大乘佛教的话 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几个 就是比如说香味墨戒经 非常的深奥的 然后呢 大乘如冷戒经 也是讲这个 外经都是心的咸香 还有就是空心 关于这些方面讲得非常的好 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像这个妙发梁花经 妙发梁花经呢 它主要是这样 虽然我们有人天成 然后有这个小乘 有大乘 但是这些所有的乘 最后就有一乘 旧经一乘 旧经一乘就是说 所有的人呢 最后就是要成佛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最后不成佛的 但是暂时有很多 解断性的这个选择 但最后呢 有终极的这个选择 就只有一个 它是讲这个 这方面呢 如果想了解这方面的 那就看 妙发梁花经 非常好的 然后呢 想了解这个 从整体的 想了解一下 这个大乘佛教的话 那就看这个 还原经 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 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的 坎姆刚才跟我们介绍了 很多的这个经典 也许呢 在我们 这个观众朋友当中 有一些还没确定 自己想要修哪一创的 这些朋友们 可以通过 这个思维经典的方法 学习经典的方法 可以看到一些 其中的奥妙所在 帮助自己能够选择一条道路 谢谢您 对对对 就是在这样子的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 是要尽量地选择 这个大乘佛教 因为大乘佛教 它确实是 它的很多的这些方法 还有它的观点 这些都是 讲的都是非常的倒围 然后呢 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终生 其实比如说 这个就除了人类 还有这么多的 其他的生命 其他生命都不说 就是仅仅是人类 都有七十多一条生命 那么这个当中呢 就我一个人解脱了 那么还有那么多人 其实这个意义不是很大的 所以呢 还尽量地 这个 虽然人有这么多的根基 不可能所有人去学达成佛教 但是从个人的这个选择来讲呢 尽量地要选择达成佛教 还是尽量要选择达成佛教 好的 那么现在还有其他的观众朋友 要有问题吗 好 可以 康姆您好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听说佛教里面 还有生文称 圆觉称 菩萨称 还有密称 那他们和大称小称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把整个佛教可以分为 这个两类 一个是小称 一个是这个大称 佛教的这个解脱道 这个仁天称 就是这个不在这当中了 佛教的解脱道可以分两种 一个是大称 一个是小称 那么小称当中呢 你刚才讲的两个 第一个就是生文称 第二个就是圆觉称 那这两个都是这个小称 这两个都是小称 其中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南川佛教的这些所有的佛教都属于这个生文称 然后圆觉呢 虽然是这个小称佛教 但是跟这个生文有点点不一样 佛陀在世的时候 或者是佛法还在的时候呢 这个圆觉是不会出现的 因为佛陀不在的时候 甚至佛法都不在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的过去的因缘 这个时候他们会出现 但是呢 他们不会用余耶来这个讲佛法 让他们实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神通 实现各种各样的神通 然后呢 他们呢 也就是也没有人给他讲 但是呢 他过去的这个修行到了一定的这个高度了 那么最后的时候呢 他会自己去这个石托林 就是天葬台这样子的地方去看 人的这个骨头 那么人的死亡从哪里来 然后呢 最后就是看到这个人的死亡 从人的这个单身 然后呢 来自于单身 单身从哪里来 最后就是来自于这个无名 然后呢 他找到了这个源头的时候呢 自己就无了 自己无了以后呢 自己就只是成为了这个源觉 就叫源觉 那么自己这个成就了以后呢 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佛法的时候了 他也不会用余缘传播佛法 就实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神通这样子 那这个 这种人是不是很多的 但是以前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在百叶经 还有仙语经这些佛经当中呢 经常看到一些他们的故事 有关他们的一些记载 那这两个呢 都叫做小称 另外的比如说 这个密城 还有就是贤宗 那这些呢都叫做大称 大称佛教的一些不同的分别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有的人觉得就是 小称这个称呼呢 有点贬低的一位 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怎么样称呼更合适呢 小称佛教他自己认为啊 就是小称这个字呢 其实是就有一点点欺负他的意思 是一个编译的 所以他们你就给他讲小称 他会不高兴的 你如果给他讲小称 他会说 难道释迦牟尼佛也是小佛吗 他会怎么讲 但实际上这个 这就是要看他的承载量 来确定 比如说我们 只有五个位置的这个车 我们会叫它小车 然后四五十个座位的 叫做这个大巴 就是大车 但这个我们不能说 这个小车是他的编译啊 不是这样子 小车不是编译词吧 不是 有些小车还挺豪华的 是是是 所以这个小称实际上 因为他可能是有点过于敏感 实际上不是编译的 虽然他这个里面 没有这个编译的意思 他不是编译词 但是呢 如果他有点不高兴的话 那可以换一种词 就可以说 深温诚 深温诚就好了 不说小称 就深温诚 或者是说南川佛教 就可以了 明白了 看部 谢谢您 好的 那刚才呢 看部解答了大家 关于小乘学佛之路当中的一些疑问 相信大家呢 也很多的地方 都已经心开意解了 有很多的这个师兄们 他们想修学小乘佛教 那么想请看部 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建议 一些总体的一些规划 小乘佛教的话 首先是必须要有这个处理心 处理心 然后呢 处理心的这个基础上呢 就是要学这个人物 就要证悟 任务 然后人物我证悟了以后呢 那他有一系列的这个小乘佛教 自己的修法 那他的修法呢 就像这个聚舍轮 聚舍轮 藏传佛教也有 汉传佛教的这个大藏经 也有的 那么就是学这个聚舍轮 那这个聚舍轮当中呢 有这个非常系统的 这个小乘佛教的修法 包括他的这个禅丁的修法 还有就是人物我的修法 这个聚舍轮当中呢 他的人物我的修法 讲的是不多的 后来呢 几乎是没有提到的 后来就是这个石清菩萨 他有一个这个聚舍轮的一个结识 那么这个结识当中呢 把这个人物我就给补上去了 这样以后呢 那这当中呢 人物我的这些修法 还有这个人物我的理论 讲的是非常地到位的 那么这些学完了以后呢 然后这个一步一步地去修 那这样子以后呢 可以称为阿罗汉 然后呢 南传佛教的话呢 除了居士论以外 还有这是当时的 一千多年前的一些 南传佛教的高僧大德 用巴黎文写的一些 他们的一个系统的这个修法 其中一个叫做清经道论 是在南传佛教里面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一个这样子的修法 那么这些修法呢 也是很系统的 如果修南传佛教的话 也需要这个闻思修 这闻思修是无论是修南传 修哪一个佛教都是一样 首先去听这些佛境 然后呢 就是要一定要找到一个 南传佛教的这个修行方面呢 很有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这样子的 南传佛教的这个师福 然后呢 就学完了以后去修 最后就是正午这个阿罗汉 那大概就是修南传佛教的话 应该是这样子 好的 谢谢看部 好 那如果说观众朋友当中呢 有一些是觉得自己更适合 修行小乘佛教 或者是南传佛教 这样方法的这个师兄们呢 希望呢 通过今天的这样的节目 大家呢 可以找到一些修行的方法 和修行的道路 也希望大家的修行 可以一切顺利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大家 然后他们呢 在这个四餐把丁的这个基础上 就是这个像华元经讲的一样 后来就是这个师亲菩萨 音乐 音乐